欢迎收看《要财财经》台 继续我们发达广场的幻智 新闻的嘉宾仍然是我们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郭思智先生 郭先生你好 先看看港股开市的表现 今天盘前价开出来升81点 现在升方向扩大升114点 是报23583点 而国企指数方面 今天是高开71点之后 现在升81点13501点 成交方面有20亿 其指方面升103点 是报23601点 升113点 高水30点 再看看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方面 现在倒跌了2点 是报2952点 而沪深300指数方面 升5点3311点 而深圳城市方面 升66点 是报12715点 再和大家看看亚太区股市的表现 韩国省业综合指数 跌4点 是报1870点 台北街区平均指数 跌11点 8049点 而东京日经指数方面 升50点 9548点 和郭sir谈谈内房股 之前政府推出了很多政策 打压楼市 其实我想问一下你 怎样去选择内房股 因为我看到有些公司 会投资在一些一线城市 有些是在二三线城市 其实哪一个发展前力会大一点 其实大家要分清楚 就是说 现在一线城市 包括上海 或者北京 广州 深圳这些 其实楼价过去一段时期 的确升得比较快 所以中央一直都有些措施去规范 但是这一阵 由去年三月到现在为止 都提升了银额准备金三次 当然消售税 或者其他政策 会陆续推出来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因为去年是9.7万亿的新增贷款 今年全年都有7.5万亿 其实钱是扔了出来的 就算你提升银行准备金三次 冻结的资金 都是说9千亿 相对流动性的资金来说 这个影响就不是大得那么紧要 我自己觉得 看楼价上升 当然是看经济 看国民的收入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岗息 好像香港那样的岗息偏低 所以楼价持续欲霸 不能在高台 内地亦如是 如果你说好像两年前 不断地提升银行准备金 又加息 连环打击之下 楼价没有发展不下 但这一阵到现在为止 我就倾向中央政策 都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反过来说 其实由于 欧美的经济 仍然有待改善 你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 你又不可以完全依赖出口 唯有靠内税 如果要靠内税 资产价格的稳定性就很重要 如果资产价格持续受压 老实说 问问自己 如果楼价跌 你换车或是去洗肺或消费 你的心都会折着 不会走着 相反来说 楼价持续高企 你觉得自己的 身家 我们说的资产值 是厚了 换下部车没有上缸 反正楼价升了 人人每个都会是这样的 所以资产价格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但Anita刚才提到 内房股有四十多只 有些在一线城市 有大量的土处 有些在二三线城市 也有大量的土处 分别在哪里呢 一线城市面对一些 调控的政策 其实很可能有些楼价比较高的 暂时会受一点点影响 但实际上楼价没有跌 至于二三线城市 过去楼价炒得比较刺烈的时间 也没有怎样炒 因为二三线城市 一般是用家去主导 所以受影响的程度比较低 事实上我自己觉得 如果在现在这一分钟 能够在上海 或者一些大城市 能够有土处的话 其实是很难得的 土处又分开 如果建一些七百多八尺的 商住楼 当然赚到钱 但利潜比较低 相反来说 如果建一些豪宅 二三百平方米 二三千尺的比较大型 利潜就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还有很多高端的 一些置业者 希望买一些一线的楼盘 一线的物业 去做一个居住 或者做一个投资 当然如果有别墅 更加更加 就可以为公司 带来一个比较可观的利润 其实 很快就会有一个叫做长甲的地产 是内地的内房股 他在上海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靓地 包括建一些独立的别墅 包括建一些很高端的住屋 其实面积是比较大一点 那个售价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 还有 有一栋商业大厦长泰 亦都可以提供一个很稳定的租金收入 让我感觉到 香港有些地产公司 它亦都是两者兼备的 包括土储很足够 那就是当不止 现在香港的卖楼 大家不需要我多说 但更重要的就是 有一些一级的商业楼宇 是有一个很稳定性的租金收入 为集团来说 带来一个比较可观的回报 发展又收钱 租金又收钱 那两者兼备其实是最好的 其实长甲就刚刚具备这两个条件 如果大家认为 在一个申请新股方面 当然近期来说 内房股的表现似乎不一 有些就比较好一些 有些势头比较弱一些 但大致上应该选择一些优质一些 我对长假的看法就比较正面 其实如果你不介意 短期的大使在高台上有些反复的话 申请了一些之后 作一个比较中线的持有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其实看回这间公司 除了有些商品住房之外 亦都有些优质的商业物业 所以就比较好一些的持有 可以这样说吗 没错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上海的发展 已经是一天千里了 如果你真的要有些贵重的靓地 可以发展成为一些比较高端的住屋 其实是真的不容易的 拿地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实际上来说 如果你要发展独立屋 就更加难了 上海其实我自己都去过几次 我就觉得每一次去 他的发展又要走高一级 如果你说在未来的五年十年 只会越来越好 尤其是用一个叫做金融汇聚 你形容上海 我想就比较贴切 即是说没什么便宜的 全部都是比较高端的 汇聚了一些投资者 或者一些资金 大家都很清楚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当你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话 他的楼价 或者是住的楼价 一定是比较高的 例如中环 大家看到了 美国的纽约 大家看到了 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是的 因为资金一汇聚 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会有很多很多 比较尖端的金融的专材 在那里发展 当然知道 去到这里住的 也不会去得太远的 就变成周边一些贵重的 一些楼价 其实的价钱 一定是比较高的 加上中央的政策 相对比较温和 所以我觉得 楼市仍然还可以 稳定健康发展 当然之 夹着了一些炒卖的活动 在这一刻 暂时来说 就会有少许政策上的规范 或者 那么多位投资者 对这种长甲地产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稍后时间招股的时候 再参与招股文件 再做一个探讨 和郭sir不如跟进下 内房股今天的表现 续续看看 先看看 中国海外方面 跌2仙 是早17.18元 华用置地跌1毫子 16.56元 碧桂园2.82元 续贸房地产13.8元 升1毫子 富力地产方面 跌8仙 是做12.1毫子 看看另外几张 雅居六方面 升8仙 是做10元7毫子 合景泰富方面 升3仙 是做6.7元 远洋地产方面 5.6毫子 5毫起跌 恒大地产方面 升1仙 是做3.26元 而花样年方面 亦是升1仙 是做1.36元 郭瑞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 转头回来 继续有发达赶场的环节 再和大家跟进不同板块的表现 先看看恒指方面 现在升176点 是报23645点 升幅是0.75% 国企指数方面 升超过1% 是做13556点 升135点 而成交方面已有69亿 其指方面升165点 23653点 高水8点 再看内地股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方面 现在升多了 升11点 是报2967点 湖深300指数 升24点 3330点 而深圳城市 升136点 12785点